12月7日,改编自为在同名小说的都市职场电视剧《我要逆风去》在上海正式开机 该剧以国潮崛起为背景,讲述了服装企业董事长独女江湖在遭遇丧腹之痛,目睹父亲一手建立的服装集团分崩离析后 力图保住当年父亲创业复兴的民族老牌休闲鞋,并由此与抑郁将该品牌低价回购变卖的投资人徐斯侠鹿相逢的故事 二人棋逢对手,势均力敌,在事业博弈中展开了一段别样曲折的情感 该剧由龚俊、钟楚希、吴轩怡、高志亭、张晨光、温征荣、叶青等共同出演,杰出青年演员和资深老前辈齐聚 一众演技酒精饮品考验的前辈演员即将同台标系 这也是既怪你过分美丽聚焦文娱行业职场女性后 我要逆风去将镜头对准民族国潮产业中不同代际、职业各异的女性 她们在时代激荡中自我探寻、自我扣问、自我实现、碰撞出她力量的别样风采 与此同时,剧本将通过展现智鞋行业精彩的设计和营销案例 真实描绘当代中国电商经济大潮下智鞋行业发展现状 目前该剧已进入紧锣密鼓的拍摄期